社会协调常设委员会举行会议 政府在会上简介劳动关系法 和聘用外地雇员法修法框架 劳方代表认同有关法律是需要修改 不过对于修改内容有保留 而知方代表希望借着今次修法的时机 全面检讨劳工法 今次劳动关系法修改的方向 包括建议增设男士市产假为3日至5日 增设女性雇员无生产假最长14日 和跌价处理方法等等 至于外雇法的修改就涉及 由旅客身份改为外雇身份的程序 由目前只可以透过银行转账向外雇出量 改为银行转账和现金支付等等 社协执委员会劳方代表说 对于修改的内容有保留 比如说这个重期募募金 比如说对于有效的外雇的退场机制 这个设立 我们觉得就是用修法里面 是没有很明确地回应我们的劳工界的诉求 所以我们对于修法的一些框架的内容 我们觉得是有所保留 社协执委会之方代表黄国胜认为 建议修改勞工法的内容具有灵活性 有希望能借今次修法的时机 全面检讨勞工法 以适应现代服务业的需要 我们电视台记者陈宇龙报道